我的小雪的策略 我可能大概會有八個策略 第一個我做的就是所謂的 透過視覺化 也就是多模態的部分 讓他們可以 不是只透過文字來做補強 他們可以透過 多模態 包括我剛剛講的各種 影像 影片 視覺 教材 圖表 圖片 在我的素材裡面都會出現 或者是短短的影片 卡通 漫畫 或者是LINE訊息 或者是像所謂的emoji emoji 就是所謂的表情符號 或者是一些卡通符號等等 就會透過這些東西來增強他們對語言的學習 因為有一個叫做dual coding theory 就是有圖表 有圖像 還有所謂的文字 可以兩個彼此互相的結合 不是永遠只有文字 第二個教學策略 我通常會用的叫做the first language 也是第一語言的寫作 就是母語的寫作 但不是我 因為我常常很喜歡講很多中文 我常常很少講很多中文 我常常講很多的英語文 因為我比較喜歡用全英語授課 讓學生做immersion 或者exposure 那通常在the first language的時候呢 我會讓學生在討論 或者是提問 如果他們要用英語提問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用the first language 來做support 好 那接下來 或者是他們可以用the first language 來做釐清 或者是在我的投影片上面 或者是我在書寫在白板上黑板上 或者是要給學生提點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語言太難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些中文寫在黑板上白板上 搭配我口說英語 或在投影片裡面有word bank 單字表 單字表格 或者是兩兩用中文摘要他們所學的東西 英語所學的東西 這個都是the first language 的input都可以做的 那第三個要做的就是peer support 就是兩兩一組 然後他們因為英語文是溝通 包括對於真光補強也一樣 那他們要怎麼做 溝通 B加B的學生可能可以一組 B跟C的學生可能可以一組 可以一支分組 同支分組 我都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透過這樣的協助 他們會願意彼此互相的解惑 甚至講的會比我還好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學習的策略可能就是所謂的 sentence starter 或sentence frame 也就是句子框架 或句子開頭 這些東西基本上也可以幫助到學生們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如果要他們做表達 或者讓他們認出來一些 閱讀的重點的時候 結構的時候 需要透過句子開頭 句子sentence frame 句子框架 來表達自己的思考 或者是自己想要講的話 或句型 讓他可以說得出來 造得出來 寫得出來 簡單的寫就好了 因為他只要填幾個字 也就是一些句子的音架這樣子 那如果是要帶閱讀 那就會簡單的一些文章架構 包括一些outline的部分這樣子 所以我會靠這個 或是靠所謂的graphic organizer 也就是圖像組織圖 那圖像組織圖的部分 可能就會透過像我剛才講的一些圖表 比如說Venn diagram 或者是透過outline 也就是文章架構圖 或者是像所謂的同理心地圖 或者是所謂的t chart 什麼叫advantage disadvantage的部分 或者是屬於故事的 就是所謂的故事山 或者是聽一個簡單的 有一個叫做cornell notes 或者是九宮格等等 都可以幫助小朋友把困難的資訊 來做簡單的整理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是屬於像所謂的comprehension check 的部分 包括body language的部分 那body language也是很重要的 幫助理解 因為我可能做的是全英語 讓學生們可以 譬如說I say now pair work two people together together 或者是可能會問他們 understand me understand give me this you don't understand give me this 我會透過這樣的肢體語言的不同的策略 來理解他們可不可以了解我來診斷 或者是我可以給他們色卡 黃色色卡 紅色色卡 綠色色卡 綠代表了解 黃代表需要幫忙 紅代表老師停了 我不懂 然後我需要更多的銀甲協助 好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是大家最清楚的那種教學策略 就是給學生們背景知識 就譬如說我要教的句型 我要教的閱讀策略 我可能會讓給學生們先閱讀 包括中英文的雙語版 他們可以看到這個句型是怎麼使用的 我會從教師手冊出來 我都不講解 我會讓他們先閱讀 或者是他們要練習的閱讀策略 我也不講解 從教師手冊 或者從網路上一些英文中文的一些教學策略 比如說如何做skimming 如何做scanning 如何做推論 他都有中英文的講解 可能講的都比我好 或比我們老師好 那我就先映出來 讓他們先去有這個背景知識 然後我們再做接下來的教學 我覺得小朋友是喜歡這件事情的 所以一定要他們設定的目標 是可以結合到他們的課本的學習 只是因為課本已經教過了 那我反而會把課本的某些東西 拿來作為重點的結合 所以譬如說在做遊戲當中 可能他們缺的是某些巨型 那我可能會透過這個文本當中 讓他們先去勾選 他們這些他們學過的巨型 或他們學過的一些概念 然後說那這些巨型 在這裡為什麼這麼用呢 然後我們在哪裡也可以繼續用呢 我讓他們去思考或找資料 哪裡也可以使用某種巨型 譬如說我還是用 講形容詞子句好了 因為形容詞子句 大家都會把它教得很複雜 但我會用英文 我會把中文音架給他們 我的意義就會是 什麼時候大家可能會用這個來描述人 或限制人的描述 什麼時候會用這個句型 我不要強調是語用的部分 而不只是只是語言的去分析的部分 那他們就會告訴我 當我要描述某個人的時候 當我要限制某個人的長相的時候 當我像偵探的時候 當我像我不知道到底誰做了壞事的時候 我可能會用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懂 你要懂學生喜歡什麼 你要去他們比較愛什麼 那你當然想中 你要有一點點思考的結構 就是說 不要讓他們覺得每個東西都很難 可是像關係大名其 基本上在高一在學 國中也在學 然後這個文本裡面又重複出現 你也知道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老師基本上你一定要對課本很熟悉 對國中端也很熟悉 然後你知道他缺乏的是什麼 然後你就搭配高中已經有的教材 還有高中可能現在正在學的句型詞彙 或閱讀策略 篇章策略 寫作策略 聽的策略或說的策略 這時候再搭配國中所缺乏的 同時可以進行 而不要 而不要 教的更多東西 應該是兩邊可以做互補的 譬如說他們可能已經國中學過了 在國中第三策第四個 學過if 譬如說主要if的一般用法 那你現在剛好這個高1下 或高1要學到這個假設語氣 你可以把這個跟這個帶在一起 讓他們呈現在文本當中 你們英文課講的 什麼時候會用國中缺乏的東西 我會覺得這樣整合型的課程 比較能夠幫學生答應一下 而且他不會覺得他在浪費時間 因為對於這些蠻多需要增光補強的孩子 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老師說 可是我沒有辦法達到 但我只說盡量讓他覺得 他在學這個英語增光補強的同時 他也可以補 也可以讓他在所謂的 英語課 高中的普通英文課當中 也可以是獲利的 譬如說 他會分析課本裡面的自首自根自文 他可以念課本當中的 然後他也可以造句 他也可以用skimming scanning 他可以用推論 他也可以分析那個簡單的結構 找簡單的轉折詞 這樣子他才有意義 不是只是趣味化而已 因為他沒有成就感 說實話 只是有趣 他那個無法走長久 因為他一定要有成就 所以反而 這邊是想要跟大家講的 要如何透過 已經有的現行的普通高中 或高職教材 再搭配國中小的一些教材 來慢慢的幫他補強 所以為什麼我的學生都有 國中1200單字表 或簡單的國中語文的句型 來搭音架 不懂的時候他可以用這些句型來造句 那剛好搭配他要學的比較難的東西 先把東西變成comprehensible input 容易接受可以理解的 input 內化他才可以做comprehensible output 這樣子 所以以上大概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 謝謝